来关心震惊全国的台版柬埔寨诈骗囚禁案 虐死并且弃死三人 绰号查董的陈姓主贤 涉犯五年以上重罪 有串供逃亡之余 已经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件 知情人士透露说 现在在网络上 网络银行人头账户是已经喊价到了25万 仅仅担心诈骗集团的手段越来越凶残 下一步恐怕就是摘器官了 检警破获台版柬埔寨幕后其中一名主贤 人称奶茶又绰号查董 陈姓主贤涉嫌犯下五年以上重罪 有创供逃亡之余 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件 他把诈骗集团当集中营一样管理 一度要求下属该打就打 该喂药就喂药 但落网后他的嚣张气焰全没了 看到警察部门还吓到一度放声尖叫 争讯期间更甩锅 说自己只是干部 全程听从上级指示 求职者遭囚禁虐待 受害人多达61人 还有三人不幸死亡 警方专案小组全力追查 在桃园龟山寻货两具遗体 另一人甚至遭弃尸到南投山区 第三名黄姓死者 也在六号中午被警方寻货 不过他的遗体已经风干破碎 不完整疑似遭到动物啃咬 目前暂时存放在南投殡仪馆内 如今死者家属都还没有到殡仪馆相宴 被电击到桌上 我摔的也有 然后我之前还被他们指定说 要照顾那些患者 只要有一个人出事情 人走掉 人往生 我就打你 诈骗集团手法越来越凶残 甚至演变成台版柬埔寨 有检察官就私下透露 他们直接透过买空卖空 囚禁人头账户 等到账户被列为警示 采放人 如今闹出人命 还把被害人弃尸 将来难道下一步就是摘器官吗 简直是泯面人形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